今天是周一 上来大家看安迪的鲨鱼读报 这个是安迪周末时间录的一个鲨鱼读报 这个鲨鱼读报应该是最近刷屏的一个事 就是关于巴菲特的 关于巴菲特他干什么了 他就开始卖 卖这个Deader和这个Sup West 这两家公司都是航空股 并且他在大翻转式的说话 时间跨度比较短 因为他应该是在三月份 二月底三月初的时候 曾经有人采访他的时候 他曾经对几家公司 包括他现在的对Airline 就是航空业都是比较看好的 并且说坚决不会卖 但他最近卖了 这个我要给我独家的一个解读 为什么 是什么原因 真的像大家想象的那样 或者他更深层的东西是什么 这是一点 这个或许有些人把它当成不好的消息 我爱玩 可能安迪不是那么看 还有一个是个喜讯 如果人家把这个当成一个这个不好的 Bad News 还有一个Good News 就是Good News是什么 咱就说姐夫 上完期拿姐夫那种笑脸 这回又是一个姐夫的笑脸 安迪喜欢姐夫 跟姐夫是邻居 知道吗 所以安迪每回拿姐夫 也不能光说人家的笑脸 这个外国人的笑脸 其实就看你怎么理解 其实安迪跟他们说话 从他们这个蓝眼睛 往外放着光 真是有这种慈祥可亲的感觉 包括了一种博爱的感受 会让你感觉到非常舒服 即便是上当受骗 你也是义无反顾的会听他的故事 这就是一个领袖 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素质 这个是什么 就是说是现在美国 尽管在这种情况之下 有些地方lockdown 但是美国很多公司 还是在招人 还是在招人 可能大家不知道吧 谁呢 就是Amazon 放在number one的地位 这个的确是事实 我跟大家说这是事实 他们很缺人 很缺人 Amazon 你看 现在开始有几家公司 Amazon 还有一个Everstone 这个也是一个超市 这个是一个超市 在美国是个大的连锁 但是要是国内的朋友 应该不知道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在Firmary Safeway 还有这家公司 都是属于美国比较大的QFC CVS 应该大家要是搞投资 都知道 它是一个farmacy 然后DollarTree 这是两家公司 其实都是一样的 Dollar General Home Depot 这些 还有这 大家可以再往后面看看 Loris Pizza Hut Pizza Hut很火 Pizza Hut Andy爱吃Pizza Hut 天天给我发好多的这个 Coupon 就是对金券什么的 Pepsi Pepsi 其实在美国呢 跟大家说一下 在美国好像你在外面吃东西 一般都喝Pepsi 好 很少喝Coke的 我看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Pepsi好像念的酷一点 人家一问我 也经常说Pepsi 就这么说 Target Target 这个Walgreen 它也是一个跟这个CVS一下 都差不多的一个 也是大连锁 他们farmacy也是大连锁 还有Walmart Walmart Zune 这应该知道 7-11 然后这么几家公司上了榜了 上了榜 这是一个好消息 应该好消息 这个好消息的Andy 先从好消息开始解读 为什么这是好消息呢 因为证明供修关系 还是比较旺盛的 是吧 它还是有这种服务力的 它还是需要这个 所谓的创造价值的 就是说它的生产力 Productivity 它还是很壮的 Strong Stronger 甚至于比以前会更stronger 因为以前没有那么多的人 现在 它需要比以前更多的人 就证明供修关系 比以前要强烈 这一点不能忽视 虽然有一些 mall 虽然有一些地方 我知道一些plaza 有一些restaurant 什么的lockdown 但是那些属于什么呢 Andy想说那些属于个体户 个体户 个体户呢 lockdown一下 就lockdown 因为他们或许 对一些小型的business 美国的government 或者是州政府 会有一些所谓的补贴 其实几个月的房租 或者是没事 很简单 美国很有钱 不在乎这些事 家大业大 有的是养辣 没事 咱们现在要说什么呢 说这个所谓的不好的消息 Andy要解读一下 我估计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大家刷屏了有两天的时间 大家也都消化了很多数据 Andy在这不想说一些废话 或者跟大家一样的话 Andy想凿纵的来说 数量时间地点人物 这些事我估计大家都曾经读过 或者听别的一些图本都说过 咱们今天说一下 为什么 首先从巴菲特这个人 Andy之前其实也爱说他 因为他这个人是传奇人物 巴菲特不在乎钱 巴菲特更不在乎亏损 巴菲特也不在乎什么公司破产 这个都不在乎 大家不要认为他会在乎这些事 他的这种投资理念 给大家就是说什么呢 越低越买 越cheap越买 这不是我说的 是他说的 为了佐证我说的 给你们看巴菲特那时候 说Apple 说苹果 巴菲特他说 他会买更多的苹果 如果他跌 cheap就是便宜 便宜就是什么 他跌 他也不会就说是会卖 他不仅要越跌越买 直到买到 他敢退市就全买 第二点是什么呢 就根本就不考虑卖 为什么呢 因为有的是钱 不在于钱 所以这个 我说出来之后 大家可以想一想 这说明什么意思 不是因为钱 首先 巴菲特卖了这两家公司 第一 不是因为钱 不是因为他什么赔钱了 或者是预期 不是 跟那个没关系 因为人家做的这个生意 巴菲特的投资理念 很多人看他的书 研究一味都不懂 安迪告诉你 安迪都能盘活 如果大家看安迪的视频 安迪逆势 超过底 逆势 做空 加过仓 满仓过 拉起仇恨 到最后 当然趋势出来了 咱们打赠 当然安迪这种小门小户 我们运作都是没有问题的 更甭提人家手底下 有多少个安迪呢 对吧 那不太多了吗 用 用薄切 我们北方话 像安迪这样的手 要是掉下来 得用薄切接 接好几薄切 薄切 土薄切 就说是不值钱 根本就 手底下这个 能人太多了 他不在乎这个 说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他不是说他这个赔不起 或者是公司质地发生问题了 其实他即便公司质地发生问题了 他也有 我绝对相信巴菲特有兴趣 或者有信心 把这一家公司买破产都没有问题 那有什么了 我大不了我退市 我自己 我prime company不就完了吗 我拥有它 怎么了 没事 太简单了 航空公司盘子也不大的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我想说的 不是这个 但是他违背了他所一生 或者是他人生的座右铭 为什么呢 我们给你看看Apple 他人生的座右铭 其实就是这一句话 如果他更跌 如果他更便宜 如果他敢跌 我就始终在买 并且我不卖 就是傻瓜是购买 然后永远不卖 永远不卖 但是Apple那时候 我跟你说 Apple的股价 他那时候买完之后 增幅下跌了一堆 跌了一个一塌糊涂 我那时候 如果有人注意报纸媒体的时候 这一波 就是他买完之后跌 他那时候浮亏好几十亿 好几不是 好几十 billion 好像上百 billion的浮亏 人家都没事 亏损的钱都比大家 买公司那盘子要大 我认为 所以这个事不是 所以这 我要说什么呢 就说刨出了 他有些人说 是不是对航空业的 未来预期的一种惨淡 跟那个根本就没有半毛钱关系 我就告诉大家 如果你要深挖 对美国经济的一种惨淡 根本不敢 我跟你说 巴菲特这样的人 根本他都不敢对美国什么深层的经济政治 他敢产生不良的预期 他这种话他都不敢说 他这一辈子 他都不敢说出这样的话 为什么呢 因为我那时候曾经说过 如果这世界有好处 轮也轮不到美国总统 美国总统还没有资质 或者是分量去获得什么东西 在这世界上 就像一件事情 你看摔了 问谁 轮 就说大家要是真正的力量 如果来控制一件事情 想找个顾问来问 问了一百个之后 也轮不到巴菲特说话 我就说 虽然他是咱们草根里的一个 所谓的股神 有一个 也算是 也算是一家大公司 但是在有钱人的眼里 不叫什么事 不叫什么事 所以呢 这个 第二点我要阐述的 他这个卖只是他卖 他对这个 首先对航空业 对这几家公司 他没有什么这个悲观预期 第二 你大家也不要延伸到 是不是美国经济完了 第二个 这是以后他逃过了一波的顶 以后会狂泄 然后会那个美国经济也不行 这个航空业也不行 我可以说出安地的观点 观点 批你 就说不可能 很有可能他卖完了这股票就大涨 我就告诉大家 很有可能 我只是说 但是对于美国经济的唱衰 就说是他是不会唱衰的 首先他不会 他这个人 他也这一生 他不会 第二呢 就说是轮到有一个人唱衰 这美国经济出来说话 就说轮 也轮不到巴菲特出来说这句话 因为他不算什么 就是那么简单 那么他做了这件事 是在干什么呢 说了半天 所以呢 我否定了现在的主流 很多人 从这两个角度 或者深度去解析 这件事件对美国股市的影响 安地都是否定的 安地现在给出自己的这个观点 他就是在演一场大戏 他的这个举动 证明了这个戏 已经打开帷幕了 他会是什么样呢 大家看了我上周五的视频吗 他会像安地说的那样 好了 今天我就说到这 他只是一个影帝来演一出大戏 大家准备看戏 然后呢 到这儿呢 马上要结束了我的视频 也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安地呢 做YouTube 做了多长时间我都忘了 我都不乐意寄时间 今天获得了一些小小的成绩 要感谢一下支持安地的各界朋友 不管是有共识的还是没有共识的 都欢迎大家来收听 收看我的视频 不要忘记订阅点赞 N7小铃铛 安地的在YouTube上的这个旅程呢 这个阶段性啊 达到了我的目标 今天我也是 Congratulations 庆祝一下啊 恭喜我啊 恭喜自己啊 也恭喜各位啊 也恭喜我们在一起的缘分啊 今天的视频 安地就做到这里 谢谢各位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